接下來的練習 也是類似 移動來移動去問你狀況會如何 他可能要算也可能不用算 然後呢 就看一看想一想如果你想有一些事情是如果你想明白了 不需要計算會有很簡單的想法二乘三啊什麼之類的 二乘三啊二乘四啊比一比的答案會出來的 他告訴我們說現在格子的每一個間隔都一樣 兩個敲敲板 一邊是放三十一邊放六十兩邊各放這樣擺在這裡然後請問你會怎樣 第一個是這樣子擺會平衡嗎 沒有啊距離一樣嘛都兩格嘛 但是一個放三十個放六十顯然不會平衡生活經驗就知道縱端會下去嘛 那如果是用認真努力算就是算順時鐘立舉跟逆時鐘立舉 六十順時鐘立舉立必乘以立 發現誰大 數字鐘立舉大嘛 所以他就會放手之後就會數字鐘轉動 數字鐘轉動 所以呢選項A是錯的 選項A是錯的 好那開始呢做一些調整 我現在把移呢 移到租的 租的位置 然後甲不要動 那一樣嘛數字鐘立舉 逆時鐘立舉 數字鐘立舉變成一乘六十 逆時鐘立舉還是跟他一樣二乘三十 他一樣大 一樣多 表示會不會轉動 不會 他保持平衡 不會轉動 所以C是錯的 然後或者我們重新在快點的方法把甲移到B 他現在變成 只有一格 然後移呢移到租也現在只有一格 一樣去算一下順時鐘立舉跟逆時鐘立舉 好順時鐘立舉 1乘60 逆時鐘立舉 1乘30 順時鐘立舉大 會順時鐘轉動 順時鐘轉動 所以選項株呢 也是錯的 選項株也是錯的 然後呢甲移到B 然後移不動 算一下 好順時鐘還是就是2乘60 逆時鐘一乘30 順時鐘大 順時鐘轉動 所以呢 B是對的 所以我們當然選B 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做出來 簡單的小問題 可以嗎 下一題是建宗的考題 這題其實是可以 不要認真努力算的 你要認真努力算還蠻麻煩的 因為都沒有確實的數字 只有WAWB 有一些人就會把WAWB 設成某一個數字 用方法去做它 OK的 沒關係 但原則上就想一想 看看就好了 來練習11 這兩個重量他說A比較大 要平衡 A如果要比較大要平衡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A比較大有平衡那代表什麼意思 再來 把兩邊 都往中間移動C 那什麼意思 移動C是什麼意思 然後它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啦啦啦啦 會怎麼樣 會不會仍然平衡 還是會順時鐘轉動還是會逆時鐘轉動 還是它可能順時鐘也可能逆時鐘 可愛大美女 12號 12可愛大美女你的答案 你說什麼 你選A 請坐 你答案選的是A 很好 來 好好做就是這樣做 WA比WB大要平衡 所以LA就比LB小 因為 利弊乘以利要一樣 利弊乘以利要一樣 OK 然後呢 移動C公分就少掉對不對 少掉 少掉 這個減掉 另外一邊也減掉 另外一邊也減掉 然後呢 你就發現呢 這個長這樣 前面這一塊 前面這一塊都一樣嘛 前面講過的什麼 LB WB LA 是一樣的 所以差在後面那一塊 差在後面那一塊 然後你發現呢 WA比較大 WB比較小 所以誰扣得多 逆時鐘那邊扣得多嘛 對不對 逆時鐘扣得多 本來一樣多 逆時鐘扣得多 就變得比較 逆時鐘變得比較小 逆時鐘小就 逆時鐘大 逆時鐘大就會怎麼轉 逆時鐘轉 所以答案就是A 這個是好好的認真一個字一個字的寫 其實不要那麼認真的作也一樣嘛 現在 左邊的WA比較重 右邊的WB比較輕 都往前移動C公分 那就是C乘以WA C乘以WB 那你掃掉的 例子就知道是 左邊的WA比較多嘛 利幣乘以利嘛 你的利大 那左邊 本來是一樣多 那左邊掃掉的比較多 左邊就變小嘛 右邊就比較大 右邊就是 逆時鐘利 就答案就出來了 不用這麼認真的寫 答案也會知道 隨便想一想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題目都是不見得要真的去算 不見得要去算 就是把它想清楚就可以了 想一想就OK了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